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陈雨萍 马上带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开拓跨境电商市场 淘积公司开说明会 抢供物联网服务 台湾大NP IoT正式商转 KKR收购融化 将办理国内银行连带 兼兼并题材发交 外机敲进玉山鸡 来关心台股 美股上周五小跌作收 短线陷入整理格局 雅股今天涨跌互建 台股今天早上小幅开低 台积电成为撑盘要角 台股在10950点附近走监 分析表示大型电子全职股撑盘 不过周小型股偏弱 建议投资人筹码布局 保守看待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欧盟20日首次正式回应 英国首相梅伊的最新脱欧蓝图 欧盟的英国脱欧谈判 首席代表巴明耶 严正质疑梅伊的 英国与欧盟未来贸易关系计划 认为计划的部分内容 可能会削弱欧盟单一市场的机制 并加重企业的负担 南韩央行在22日公布的报告中指出 由于中国企业债券违约数增加 以投资中国公司债的南韩 与其他国家企业的风险也扩大 南韩经济受到中国 去杠杆化计划的冲击 可能比原先预期更严重 南韩今年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 可能比原先预期少0.3个百分点 2020年则会少1.2个百分点 国内老牌化工厂融化宣布 董事会通过与全球第三大私募基金 KKR签署股份转换协议 KKR将以现金478亿元 相当于15.6亿美元 溢价约17.28% 收购融化所有在外流通股份 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 届时融化将私有化下市 产业公司分析Tovision的数据显示 仅仅4年时间 台湾用户行动数据的使用量 便冲到亚洲第一 全球更仅次于芬兰 而吃到宝方案和4G服务 是带动台湾用户行动数据 使用量的推手 但也可能降低电信业者的营收 新唐利亚电视整理报道 再来看到今天 期货交易所举办董事长交接典礼 新任期交所董事长 由前财政部长许于哲接长 出席官员云吉 金管会主委顾立雄 财政部长苏建荣 政交所董事长许张瑶 都共相胜举 我们刘董事长 感谢很多金管会 中央银行 就是没有感谢我们财政部 幽默话语 让台下官员笑诚一团 顶着前财政部长资历 曲一哲正式接掌 期货交易所 现场大佬齐聚 财政部长苏建荣 金管会主委顾立雄 政交所董事长许张瑶 聚商工会理事长等金融圈 主要大头统统到齐 曲一哲至此表示 将会全力以赴 为期货市场未来发展 做最大努力 所以在我们财政部 有所谓的续第一的称号 在未来担任期财主董事长 我想他也一定会 用这样的一个精神 为我们国家的期货交易 市场开创新的一片新天地 对付税这一块相当的熟练 那我想也要借重他的经验 学养商品越多元 那跟国际货能够越接轨 那大家能够运用的 这样的一个管道来进行避险 齐交所在前董作 榴莲玉带领下 获得2017年全球年度交易所大奖 推出夜盘交易台版SMP 布兰特原油商品 获得国际市场肯定 未来齐交所团队 针对日前爆发的2月6日 选择全价格异常波动事件 导致部分投资人惨亏 齐交所高层透露 期货商品价格稳定机制 今年底前上路 选择权的部分明年上线 今年底一部分 然后明年底才能够全面 说在保证金的调整 或者是未来在这个 我们一些自营商的 一买一卖这一块的机制 是可以再做一些调整等等 完善期货商品交易规范 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成为新任董总 未来挑战 此外加速与国际市场接轨 台湾纳斯达克指数 期货商品或将在近期推出 新台电视乘客 什么同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 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宝博社骨哥镇积极开发 新一代作业系统VUSA 可能于五年内取代Android Chrome OS 金融时报 亚马逊和谷歌抢征楼口地位 战线转制电视和智慧原市场 华尔街日报 美国出离失业几步人数 创1959年来的新逼 日本经济新闻内阁府首次公布 分享经济规模 预计将带动GDP 增长至1000亿日元 观众朋友知道吗 人类每年制造大约90亿吨塑胶 其中只有9%被回收 台湾环保署已经公告 2030年将全面净用 一次性塑胶吸管 饮料杯 购物袋 以及免洗餐具 面对新政策 厂商也有对策 有业者利用远红外线 多层次震荡波专利技术 研发出会呼吸的塑胶力 通过SGS检测 能混合塑胶素材使用 达到自然分解的效果 减少垃圾量 那我们的材料 你看它的颗粒就有一点不规则状 里面也是有多孔性 就是等于说它会呼吸的 环保署公告2030年 全面净用一次性塑胶吸管 饮料杯购物袋及免洗餐具 面对新政策 厂商也有对策 台湾业者利用远红外线 多层次震荡波专利技术 研发出会呼吸的塑胶力 通过SGS检测 具有多孔性的远红外线断烧土 能混合塑胶素材使用 达到自然分解 减少垃圾量 台湾来讲也是在目前在慢慢限硕了 那我们本身我们做塑胶30年了 也是一直在找这个塑胶可分解的 那我们有经过烧解实验 它可以把它完全烧解到90% 烧到最后也是剩土而已 它是可以完全分解 除了能分解也延长保鲜时间 像是使用50%多孔性断烧土 加上50%食品级PP 能释放4到14维米波的生育光波 所制作出来的保鲜盒与保鲜袋 相较市售同性质产品的保鲜度 增加2到3倍 制作成桃锅 也能减少一半的烹煮时间 达到节能省电 降到50%的食用量 而且又可分解 这个是我觉得说将来 有很大的用途的地方 用我们的锅子去煮任何的食物 它只需要一半的时间 而且也很快熟 因为我们的远环线的震荡波 可以把水分子震细 所以说它很容易在食物 在渗透当中 它很容易就熟了 台湾业者结合集团力量 研发多款家庭生活等用品 包括床垫 天花板等 降低塑胶使用 超环保节能发展 面对塑胶吸管话题 业者也表示 可分解的塑胶吸管 预计年底前研发成功 新海尔亚特电视 资议好李晶晶 台湾新竹报导 在您看到明天7月24日 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超维AMD公布台报 美国举行160亿中国产品课税均整会 日龙台本盛品出席 台大创创仪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陈雨萍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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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